纽约州长阔默周三简报会上取出 希望在监控重新开放的同时也激励重启开放 通过大型开发项目刺激经济 他其后也参与了La Guardia机场B航站楼的剪彩仪式 长岛地区今天进入了第二阶段的重启 库默表示很多州在重启之后确诊数字大幅回升 但纽约的重新开放是由数据驱动 最新数据显示 纽约市周二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5%呈阳性 哈德逊地区为1.2% 而长岛地区为0.9% 库默指出希望监控重新开放的同时也激励重启开放 利用疫情期间进行大型开发项目并刺激经济 包括加速MTA20亿美元的资本项目 以及重建上周的机场 今天库默也出席了La Guardia机场B航站楼的剪彩仪式 历经5年的建设 La Guardia B航站楼将于本周六正式投入使用 他指出La Guardia机场将是25年以来在美国建造的第一个大型新机场 纽约和新泽西港口的事务管理局执行董事李克科顿于简报会上说 新的航站楼比旧航站楼在使用面积上大了50% 也布置了许多艺术家的作品 令人耳目一新 新机场的建立创造了14000个工作岗位 而未来La Guardia机场将着力建造机场快轨项目 解决高速公路的交通问题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三宣布将扩大纽约市的治疗暴力计划 以帮助打击市内社区的暴力行为 同时将在受新冠打击最严重社区内加大测试力度 治疗暴力使用公共卫生模式来处理暴力犯罪 该计划将扩展到布朗克斯、皇后区以及布鲁克林内的四个社区 加上这些地点、治疗暴力将覆盖枪支暴力数量最高的20个辖区 白思豪表示 改变城市的司法制度始于地面 而最真实的解决方案来自基层及人民 纽约市也将把危机管理系统预算增加1000万美元 资金将优助于全市范围内增加人员和创建新站点 白思豪同时指出 他并不支持将纽约市警从势力功效中移除 并表示警方在减少学生暴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另外白思豪宣布 将向受新冠打击最严重的社区提供更多测试 同时将加大对社区诊所内的投资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有15到20个新测试站点开放 这将使全市的免费测试站点总数达到200多个 纽约市目前为所有医院和医疗系统提供测试套件 并且将发送3000个纽约制造的测试工具包到史丹顿岛内的医院 运输官员表示 周一的地铁乘车率达到自3月份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纽约市开始重新开放 周一的地铁乘客量达到80万次 这是自3月23日以来最多的一次 与上周一相比一共增加了21万3000人乘坐巴士和地铁 增幅为17% 市交通局临时主席菲恩伯格指出 现在已经达到大流行前15%的乘客量 根据MTA的统计数据 周一乘客量最多是在下午的3点到6点高峰时段 当中曼哈顿增幅最高为20% 皇后区16% 布鲁克林15% 布朗克斯最小为13% 在大流行之前 平日的地铁乘车人数约为550万 而从3月中旬到4月下旬 乘客人数降至了大流行前水平的10%以下 但此后一直缓慢的上升 MTA早前表示 预计短期内乘客量不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有交通专家对此作出警告 如果太多的纽约人选择开车上下班 而不是乘坐公共交通 步行或骑自行车 纽约市将会面临严重的交通堵塞 纽约市警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第一周的窃盗案件大幅上升 但今年的犯罪率仍在下降 纽约市警公布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 6月份的第一周共记录了909宗窃盗案件 而去年同期只有181宗 升幅达402% 窃盗逮捕也增加了705% 而6月1号 进京呼叫中心收到的举报电话最多 有2300多个 但随着宵禁令的实施 6月2日的举报电话 急跌至306个 另外上周的谋杀案件有13宗 去年同期为5宗 增幅达160% 而偷车案件也增加了66% 虽然多项数字有所上升 但今年的重大犯罪案件 仍然下降了1.5% 同样的 尽管窃盗逮捕增加了7倍 但整体的逮捕总数是下降了40%以上